川科 koryo 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要學的是 布首 這是金老師教活文 首先 首先,我们看步手,说汉字,木是步手,有什么华人字是用木来做步手的呢? 同学们,树林就是树木的树,林子的林,还有学校的校 什么字是用语来做步手的呢? 各位同学,雷,垫,雪花的雪都是什么汉字是用语来做步手的呢? 同学们,厕所的厕,桌位的桌 垫屋的垫,还有你睡的床 口不锁的字,那就更容易了 吃东西的吃 喊叫的喊和叫 叶子的叶,秃口水的秃,都是用口来做步手 接下去,我们加一加,煮一些新字 火和冰,火和冰是什么字呢? 对了,那就是灯 雨和田是什么字呢? 对了,那就是雷 室和叶是什么字呢? 对了,那就是提,木和叶是什么字呢? 对了,那是树烧的烧,丝凹烧 北和月是什么字呢? 对了,那是背,背后的背,背影的背,或者背书包的背 门和日是什么字呢? 对了,那是间,房间的间 王,文王又是什么字呢? 对了,那是黑班文的班 三个日,也就是三个太阳 是什么字呢? 对了,同学们,那是晶 亮晶晶的晶 接下来是家步手 主心字 这五个字 同学们想一想 可以家什么步手 加一个步手 中间一个步手 然后可以组成这五个字呢? 对了,是心 第一个字是念,念头的念 第二个是想 第三个是休息的习 第四个是意,意外的意,意念的意 第五个是宁 也就是想念宁的宁 接下来猜一猜,说一说 砖和车可组成什么字呢? 步手是车,那就是转 转动的转 接下来再猜一猜,说一说 左看凉点水,右看水凉点 西看不是水,悄悄硬邦邦 说出一个字来 对了,同学们,那是冰字 冰冷的冰 左边绿,右边红 左右相遇起凉风 那是什么字呢? 对了,同学们,那是秋字 也就是左边是河道的河 所以左边绿 右边红,火是红的 所以右边红 然后左右相遇就起凉风 那是指秋天的秋 再猜一猜 三个字 加上门是什么字呢? 有耳能听到 有口能请教 有心就烦恼 对了,第一个是闻 中间加一个耳 就是闻 新闻的闻 第二个是问 问东西的问 问题的问 第三个就烦恼了 加上个心 就变成闷 闷在心里的闷 苦闷的闷 外面会说话 里面飘雪花 里外合起来 大家爱看它 同学们猜一个字 对了,那就是图画的图 外面会说话 是外面一个大口 里面飘雪花 因为是冬天 里外合起来 大家爱看它 因为它是图画的图 谢谢大家